嗯 这个是基本的沙发啊 啊在基本沙发里面大家要是学习一下的话 会学到这个沙发 啊叫贤雷马啊这个他准准体的名字 沙发的名称叫贤雷马 基本沙发里面都是有的啊 出局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布局定式 他看来是想走五七炮竞三兵吧 我就按他的意思来看他对五七炮竞三兵的研究有多深 这个其实上士或者上马都无所谓啊 他我上马他他也是不会出兵 出兵是不可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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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来说红旗走个五七炮竞三兵 我把灯开一下吧 我把灯开一下吧 现在晚上 买灯 感觉到哈 买灯感觉有点黑恐怖的感觉啊 我把灯开看 呃 现在他上马跳马 呃 上士不强 这个是必须的啊 要是灯中兵咱们就开边炮 呃 把局对调算了 啊 减轻一下这边的压力 呃 这个开局倒也是挺正规的 呃 是五七炮竞三兵啊 这这是一个常用的变化啊 呃 嗯 这这这个棋倒走的还挺有道理的啊 他意思可能是要是 激泡打马是吧 啊 这这这倒 给了我们一些闪击的机会啊 呃 这个棋大家要看好了 啊 下来有一部 非常厉害的棋 但是要是走不好 有一部 非常严厉的 哎 这 这这样的棋 毫不可惜吃掉 为什么 等于他北顺啊 这是北顺 啊 好像说 没有吃到大子 也没有什么便宜是吧 但是 我们最起码 啊 比他多了一个 啊 兵 啊 这个兵 呃 好多人可能对这个东西吧 哎 我真 我真是不知道他要干嘛 我真不知道他他要干嘛 啊 啊 啊 哪一个狱狱就这样砍上来 因为我的马是吃素的 啊 刚才过兵的原因就是怕他退炮这样打霜啊 啊 退炮打霜 啊 呃 同时 既打马 啊 又打去 呃 过兵防止他退炮打霜 啊 这样攻攻他的中兵 他也许退炮退炮我先过个兵送个兵然后再把中兵给他抗掉啊也是可行 这这就不用说了啊 必须必须吃 他想给我来个门锅啊 再吃下 嗯 让他不要打门锅 然后 这个起 有这样浸泡 哎 抓死炮 这 必须吃啊 吃掉就行 吃掉就行 现在我们比他 呃 多一个狱 多一个狱 现在看看怎么要进去吧 下边进去 感觉都行 都一样 他的这个 没有法蜀的要 没有掌握到法蜀的要点啊 呃 过兵把狱给他盖掉 啊 不管怎么走 他笑掉 我把底下啊杀掉 打一波局啊 好吗 就好 有点 对 这样的棋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人多欺负人少 拿我们的人多欺负人少去行 也不用跟他讲什么道理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吃炮 退居吃炮 他打一架飞向 飞边向 飞边向 他的炮就回不去了 他批炮 我一抓 这要抓吗 这个马 基本上是要挂掉 他回边 再抓住 再抓 这就挂了吧 差不多了 他把他打死 他说 马鹤炮打死 马鹤炮打死 起叫退居一叫 然后马鹤炮 退居一叫 然后马鹤炮打死 这一盘咱们来个比较正规一点的看剧 来个中炮 前面走的是天华车和赶死炮 对方的应对是烈炮 我走炮二平 我对方也整个炮二平 这样的应对就称说是烈炮 就是说烈炮的目的是为了要进行一些对攻 把马贤压住压马 下一步继续 有大门攻打军打马割住的闪击的手段 能固打军固没了打马 固打马固没了打门攻 这就是这个棋的弊段 必居压住之后感觉好像是无子可渡 这没什么好说的 当然我们下一步还有一点 有一个更厉害的棋 把这个巨蟹打死 是 以冬的大沙 不 Enemy 拥冠 辈出有汤 在哪顿 你们想 59 那我们下个手 这锦 感觉对手不管怎么样走,他都是肯定要输啊,他吓掉打一架。 嗯,屏风嘛,一辅中炮还是要用屏风嘛,这个骑当然可以出击,也可以进清兵,进清兵之后就会形成一个什么? 就是中炮过河鞠,有可能形成中炮过河鞠对屏风嘛,嗯,这个是巡河鞠,巡河鞠相对来说,禁锢力比较差一点啊,他对对方没有什么压迫性,没有压迫性那就,这个鞠当然是要吃掉了啊,吃掉我们退一步炮。 嗯,当然他还有这个,这个鞠啊,就是,然后平均,平均我们回个河鞠嘛。 嗯,开局,这个鞠犯了一个大忌,就是,在开局的阶段,一子多度,一个鞠,你看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四步。 实际上,呃,只有,一,二,三,呃,这个鞠的价值现在是三步,只有三步的价值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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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谢观看 对这不攻兵了我们怕不怕 攻兵其实不怕 他攻我既是攻过去 他也没什么便宜 因为我的这个炮 瞄着他的这一匹马 所以说攻兵倒不怕 攻兵是不用怕 登局 他顶马 我进局保 然后下一步有个打局 下一步有个打局的时候 现在倒不怕他跑 炮打过来 炮打过来我也打局 这没什么好说的 打打局势 被人打过来也会找我 看不过 再会儿搜封 我先走了 再会儿瓶搜封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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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地了 他身边 这个棋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现在棋盘上有一部非常好的棋 比如说我用嘛 大家看一下 它上市 其实我觉得应该上市市界五 上市市界五可能会效果会好一点 上市市界五给我们一个马灯中边 马灯中边的机会 他的马不敢登上来 登上来没给我打死 同时登着他的炮 这样他 要是走炮 我把马登掉 很简单 就是获得一枚大子 这对军对军当然是必须要对他杀一下退炮 这个棋不能上市啊 上市他有这个平炮平炮的时段 这个棋就是要是回市的话了 他有一个炮七平六 杀势杀势的时段 当时不能不能落势 退炮他无尽可施 登着炮也登着满 这儿可简单 登掉就行 总体我们走的越简单越好 不要搞得过于复杂 有时间骑走的太复杂 也许迎骑就变成竖起 抓炮 抓马 这个显宝少 显宝少有一部打马吃笑 有一部打马吃笑的一个先手 他飞边向也可以考虑平炮 他居然打掉 然后抓向 抓向抓炮 这个倒不错 这马就不要上来 打掉 然后按照我们的基地方程 时间底下 像采取放掉视像是很重要的 放掉对方的一个视像 然后他想合棋 可能就没有合棋的机会了 要是我们爱不就班了 爱不就班 吃炮 他退 退居 吃炮 把退居拉住 这拉住倒不错 把他先拉住 拉住也不是说我马上就过兵 看你的菊走不走 你菊不走吧 放在这里感觉挺难受 你菊要一走 我的兵马上过去 你太厉害了 你如果是不是 有 Bir 一杯 我 可以 我可以 我吧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们 我可以 好 现在对手进一步中炮 我也不着急啊 不着急怎么走 他可能有可能是扰过去打我的边兵 是有这个可能吧 我先滚过去吧 有可能是打我的边兵 正气我觉得刚才要是浸泡风柱 可能浸泡风柱这样拦住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不让他泡平边 泡要是平边 这样来我们先给他来一记梦弓 来个河弹 来一叫 然后战类军战类 基本上就是就要造成千蚊弹 千蚊弹刷的沙发 战类 他是死活都是想要打我的边兵 这想一想这样的心可能吗 你敢打吗 越来越来越来越行 就要到达我的边兵 那我 coron了 这辈子就要打到 tal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后下期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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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